- 再回到我們的中間前方 - 還有這邊 - 左手邊幫我們看一下下 謝謝 - 中間再看一下下 謝謝 - 那在右手邊再幫我們看一下 - 右手邊的媒體可能比較多 - 好 再回到嗎 - 左手邊的媒體可能比較多 - 左手邊再看下 - 哪裡有比較多啊 - 中間最棒 謝謝 - 好 謝謝 - 好 謝謝 - 佳衛 昨天6月1號 - 是 - 是 - 是你生日啊 - 哎呀 先給你唱個書 - 祝你生日快樂 - 祝你生日快樂 - 哇 這個很開心 - 因為昨天才剛過生日 - 今天就馬上出席我們頒獎典禮 - 非常有趣 - 而且其實昨天彩排的時候 - 同事又幫我慶祝 - 所以我在現場也慶祝過一次 - 喔 真的 - 對 - 那今天在我們這個舞台上 - 拿到這個獎式的一斗好聲音 - 我相信聽過佳衛的現場 - 就可以知道 - 哇 這個聲音真的是太棒了 - 所以每一次呢 - 想要去這個KCB的時候 - 會想要挑戰 - 但是其實在去年發行的 - 一樣的事就是要告訴大家 - 我們用不一樣的感覺 - 對 - 然後用這種很輕柔的歌聲 - 就可以唱出這種情感 - 是 - 這個很重要 - 對 而且就是因為前面幾張專輯 - 都讓大家覺得說 - 標高音啊 - 然後鐵飛啊之類的 - 鐵飛啊 - 然後正是有一張專輯 - 是讓大家想要靜下來聽歌 - 比較像今天的表演一樣 - 今天就是 - 因為大家前面的表演都很熱鬧啊 - 很澎湃 - 然後反而我用了很安靜的弦樂 - 然後用輕唱的方式開始 - 我覺得要回歸音樂 - 然後耳朵是 - 這個感官是 - 其實它是最靈敏的 - 所以我就是來挑戰一下大家 - 就是一開始是用輕唱的方式 - 讓整個小巨蛋只有我的聲音 - 現在這個開場就是把大家都鎮住了 - 想說 - 哇 這個是HITTO好聲音 - 真的是果真實 - 而且他們都看不到我 - 所以就是只有耳朵在聽 - 聽到那個聲音 - 先聽 - 所以耳朵會更加的專注 - 不過這一次一樣的試專輯呢 - 能夠拿到我們這個HITTO好聲音呢 - 絕對是實至名歸啦 - 當然也希望這個嘉威呢 - 可以趕快推出新作 - 因為平均呢 - 兩年發行一張專輯 - 這樣子一來看的話 - 目前應該是在籌備下一張專輯了吧 - 對 會在收割這樣 - 希望可以跨一點 - 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好作品 - 可以跟大家分享 - 好啊 - 那我們就希望能夠嘉威 - 趕快發行專輯了之後呢 - 在明年我們可以在HITTO的HITTO - 留情歌獎見面好不好 - 好的 - 謝謝嘉威 - 謝謝